南路親有一位剛才就有註意 冠本只是單純去泰國的清邁來入行 算意外在一間當地的餐廳 直到議員說吃藍地的好主意 決定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將這個港府回到台灣 自己來開餐廳 冠本就有煮一口氣炒 加上泰國料理的煮飯 讓不就吃過人家都吃過了 在新聞最後也帶你來噴嚐一下 原本只是單純帶出的人去泰國路遊 所以因為在當地吃到我們夢的好主意 讓我們保持一位中婆就準備 決定要學做泰國料理 帶小朋友跟老婆去清邁玩 因為我有一個表妹 她是嫁給當地的泰國人 就帶我們去他們一間當地泰國人在吃的 沒有觀光客 我就覺得這個口味不錯 帶老婆小孩回台灣之後 就又自己飛去泰國清邁 去學泰國料理這樣 台灣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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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很爽 都尊貴 原本就有台灣料理的基礎 到泰國學習主持 是很快就出塞了 但來到台灣 又受到泰國朋友的昆丁 讓他有新酒感 我口味上辣度有做調整 鄉親的反應 大部分都是覺得還OK 甚至有泰國人來吃 說嗯 他分不出來是泰國人煮的 還是台灣人煮的 如果強調料理 點裡很多正式的用品 大部分都是都尊貴 從泰國帶回來的 希望讓客人感受到 泰國勤善的氣氛 因為泰國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比較緩慢 輕鬆 我就調整把我們這間餐廳 戶外空間用的 比較輕鬆 隨性 十倍十倍 包括坐的這個椅子 也是從泰國運回來的 很多泰國香料 在台灣沒有什麼人煮 共調實質的新鮮 其實除了自己煮 也特別找台灣很難的 有你煮泰國香料的手上來配合 慢慢找慢慢找 找到一間供應商 它專門在種植外國的香草 類似泰國的茄子 原茄 打拋葉 香茅 南薑 檸檬葉 對 這都是不一樣的 泰國料理餐廳 大部分都會開在島市 都正的所選擇 重點開在加湘南島 希望讓在地的鄉親 體驗這個 這樣吃的就會好煮味 記者欣賞 以蔡博度